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在深入的学习下这样一个列表推导式 我们本节课来看一下,如果我的这个被便利的这样一个对象 它是字典的话,我们的这个列表推导式应该如何来编写 我们先建一个模块 cc.py 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来看一下 字典的列表推导式怎么写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student这样一个字典 好,然后字典的这样的一个key 我们把它认为是学生的名字 比如说c2 好,然后vanyu呢,我们把它用0来代替词吧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key呢,我们叫做c2 020 最后呢,我们再加入这样一个学生 最后呢,这个名字还要很小5 020 50 好,现在我们就写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列表推导式应该怎么写 列表推导式的结果我用b来接收 然后我们现在在尝试着把所有的key提取出来 我们不管万一,我们只提取key 把key提取成一个圆主 我们用圆主的试一下 我们尽量尝试不同的类型嘛 这样啊,我们先补入圆主 圆主换了句后数啊 我们这里呢,用一个最普通的列表 然后呢,列表的内部呢 还是这样一个列表推导式 我们还是呢,以forE作为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E很好确定 E就是命的这样一个字典十六等级 然后这里呢,for回应之间呢,我们要注意 我们便利一个列表或者是圆主的时候啊 我们通常呢,只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形成 弹个式就可以了 但是呢,对于这个字典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用两个 因为呢,它呢,是有key和venu 好,那么key和venu之间呢 我们用这样一个逗号 把它给分割开 现在呢,我们呢,就可以成功地便利这样一个字典了 然后呢,我们要提取的只是key度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for前面呢 返回的这个地方呢,只写上一个key 这样的话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呢 就全部都是这样一个key了 并不会包含这个benu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printb看一下 好,我们呢,赶上c4边贴完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是报错 报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报错的原因是,students这个字典 不能被forE 我们需要呢,要用字典的这样一个items方法 这样呢,这个字典的材料 最终被便利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看见没有,我们就成功地把这个字典 它的这样的一个key提取出来 单独做成了一个列表 当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呢,我现在呢,这个16吨层是这样一个字典的队段 如果我想啊,把key和弯钮做一个颠倒的话,怎么办 由于呢,我们要得到的还是一个字典 所以说呢,我们最外面呢,还是要放出这样一个号号 然后呢,我们既然拿到的key和弯钮 那么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简单啊 弯钮和key,颠倒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成功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可以啊,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弯钮呢,变成了key 然后呢,以前的key变成了弯钮 挺有意思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啊,如果你想尝试着啊 在这个地方呢,把最外面改成这样一个原主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如果我们要改成原主的话呢 你就不能啊,在这里再写这个key manual了 因为这个key manual的形式呢,是字典才有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是啊,只选取这样一个key 好,外面改成原主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这样一个计算结果啊,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无法直接把这个原主给打印出来 对不对 因为呢,它得到的呢,不是这样的一个原主啊 而是一个可便利的对象,generator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generator呢,我们是无法打印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啊,对这个generator做这样的便利吧 也就是这样一个for,x,b,变利这样一个generator 当前的这个b呢,已经变成这个generator对象了啊 然后呢,我们再给一个x看一下啊 我们会发现呢,这样呢,是可以啊 把所有的三个元素呢,给打拼出来 好,那么为什么原主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 为什么会得到一个generator对象呢 这是因为原主是不可变的 所以说呢,它在很多行为上面呢,和我列表啊 这样一些个典型的可变的序列呢,是有区别的啊 这一点的事情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呢,就是呢,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原主啊 因为呢,有时候呢,你去操作这个generator对象的话呢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会容易出错误 所以说,推荐大家在这里呢,还是用这样一个列表会比较简单些 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呢,告一段落 后续呢,我们再继续的补充一些内容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呢,晚一些时间再见